外出割草 无寻女子被蜜蜂折伤 情况严重 女子被送至重症监护室 赔偿问题起纠纷 被折伤的女子状告养蜂人 在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 家住新疆街道的张大姐提出了自己的诉讼请求 但被告方对此不予认可 张大姐说 去年她在家中饲养了六只兔子 11月3号那天 她外出寻找饲养兔子的草料 在养风场附近的小路上就遇上了折人的蜜蜂 11月3号那天 这几天热得很 是不是嘛 我穿了春衣 我在这里八只都晓得是整啥子 我就一下子就丢了兔子草没得 哎 我就算了 我就妈兔子妈的饿了 我就背个背都就走了 就朝那边走 走到那个马鲁高市的游泳 就进来哪里就过才更多 几下就过了 已经5点过了 我讲 我们接了后面可能有 我就直接朝那边走 在前往目的地附近的道路旁 张大姐看到了养风场的风香 开始她并没有过多留意 可没走多远 几只蜜蜂飞了过来 我就直接朝那边走 到枕上要上那个泡泡了 好像有个风子在我面前来 我就上了下 上了下三个有两三个 我就顺着就好一批爷爷 我就黑气都嘛 我就梦到 就这样子梦到 没想到走就过了几点了 好 去飞草 父母先生飞草来了 我就 她喊我就没有办法到了 衣服也穿得少 你说如果衣服多了我就可以脱进来 把老婆梦到嘛 就穿了一件春衣 她就没有办法得啥 就黑气地跑 黑气地跑 跑了就把她跑了 离开现场后 惊魂未定的张大姐发现自己身上到处都是折伤 刚回到家闻口 张大姐就昏迷了 这一幕正好被张大姐的邻居饶大娘看到 在那里 在那里 在那里喷起来 镜头就把它弄下来 她都不晓得 还满头 人都变色了 在那镜头就这样弄 她就一碗里去看 她们要不看我们医生那个女学家 她现在要弄到一碗里去看 那个要弄到一碗里去 又要弄到一碗里 然后你们兄弟就不一二年就把那个 反正都是迷迷复复的了 迷迷复复的 张大姐醒来的时候 已经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了 第一天在重症监护室里头 将近四千块钱 总共还是五千多 四号我觉得就回来 我们媳妇就去接账 接账案 我们媳妇就去 她就去报嘛 想着报 看报不得到 拿到一碗中心去 一碗中心去 你那个报不得到 她说你是家风子去到的 她是水第三方的责任 我们媳妇说她狼子伴员 她说 张大姐说 他们找到养疯人 商量医药费的事情 但对方认为 这不属于他们的责任 只愿意补偿三百元 她就是不愿意 她说你 我都给你玩儿说 我来打了三百块钱 我想哪里可能嘛 三百块钱 我三百块钱嘛 我现在这个人 都不值三百块钱嘛 原告张某先提出 被告林某于2023年4月 将其养殖的大量蜜蜂箱 放置在内江市东兴区 某小组居民楼附近 也就是不足十米 距原告居住处不足两百米 经常折伤附近居民 2023年11月3日 原告外出经过被告的养蜂场附近时 被被告养殖的蜜蜂 折伤头部多个部位 致意识丧失 并先后两次 在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接受治疗 被告在答辩中称 其所养的蜜蜂 轻易不会追人 且张某先 未给其打招呼 在蜜蜂箱附近割草 从而引发蜜蜂 自卫伤人 张某先的行为 存在重大过错 本案中 双方当事人 他都是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 那么原告呢 他是属于妇女儿童 这样一个特殊群体 被告呢 是属于养蜂人 这样一个特殊群体 且双方当事人 他是一个邻里关系 那么我们呢 在这个案件中 既要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使他的损失 得到合理的赔偿 那么对于养蜂人呢 我们要保护他的合法权益 使他的损失不继续扩大 法庭上 审判员根据当事双方的意见 归纳了这起案件争议的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 本案是因为饲养动物 然后产生的损害 争议焦点就是 这个被告是否存在 在法庭辩论阶段 原告认为 被告的封场距离居民楼太近 违反了相关的养蜂管理办法 且为设置警示标志 提醒防止行人 路过危险地段 也没有专人管理 之前也有多位村民 被蜜蜂折伤 但被告仍然 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 总上所说 被告饲养动物 违反管理规定 违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 因为在饲养 有毒动物附近设置 安全警示标志 提醒路人通过危险路段 并且被告明知其 四样的密封有毒 此前队上多名居民 仍然会采取任何安全措施 防止损害结果发生 此次损害 被告有故意 或者是重大过错 而原告经过外出的罪假路线 必须经过被告防止 互相附近的行为 没有故意 原告无法预见此次严重后果 没有重大过错 故 被告应当承担全部赔偿 根据被告所出具的证据 可以证明 自1996年起 被告就在本案的 暗设地点设置封场 时间长达28年 而根据原告所自己出具的 相应情况说明 可以确定 原告在本村 已经居住长达7年以上 对于一个居住长达7年的 本村村民 对于被告 设置封场 主张不知情 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 同时原告也没有任何的证据 证明了 被告所设封场是 原告生活和耕种的 必经之路 故原告在 自身存有特异性体制 明知我方当事人 在暗设地点 在暗设地点 设置封场 封场的情况下 闯入我方封场 并且在 封箱处 割草的行为 显然存在 重大过错 因此而造成的 损伤后果 应由其自行承担 我方不应承担 任何责任 为了更好地查明事实真相 真正做到案劫事了 审判员陈颖 在休庭期间 到案发地 进行了走访调查 羊峰厂搬起走了 搬起走了呀 出去了 出去了 他回来的 东西交回来 有去看什么 带着过来 他回来的时候 这个羊峰厂的缝子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盯到过人来 肯定盯到 肯定盯到 多二三 那你们是怎么 那是根据的 一人住了两回 为了达到社会效果 政治效果 和法律效果 有机统一 审判员陈颖 在分清当事人 是非和责任的基础上 联合双方代理人 律师事务所 养风协会等社会力量 加强了双方的调节工作 那么呢 我们法院呢 在考虑 这个案件的 综合情况的基础上 为了达到社会效果 政治效果 和法律效果 有机统一 我们在 就是分清当事人 是非和责任的基础上 那么呢 就联合 双方代理人 律师事务所 养风协会 等社会力量 加强了 双方的调节工作 在调节中呢 对双方当事人 各自的过错 和责任 进行了一个明晰 最终 双方当事人 自愿达成了调节协议 张大姐的损失 得到了部分赔偿 她也撤回了 对养风人 林某的起诉 本案主要的法律关系 是侵权责任 法律关系 本案比较特殊的情况 就是 它是饲养动物 造成人生损害 那么它是适用的 无过错责任 我们说的 无过错责任 主要就是 不管 这个侵权行为人 对损害结果的发生 它是否有过错 都不影响 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 除非 这个侵权行为人 它能够证明 被侵权人 存在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 那么它都是要进行赔偿的